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Bebe 今天我會做栗子炆雞 一個簡單有好味的家常菜 今次這個一隻雞系列 我會用一隻雞來做五種菜 包括有兩個菜、兩款小食 和一個湯 我會分開五條片出 想知道我做了什麼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密切留意 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吧 在Costco買了一匹媽妝雞 每隻大約五磅 圍起一隻大約五個半左右 我們先把它分配 分別將雞翼、雞腿和雞胸圈出來 再切走肥膏 不要屁股 胸部的皮我先切出來 再圈出胸肉 都不用圈得那麼乾淨 因為雞骨我會用來煲湯 留一點肉會更好吃 更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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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栗子炆雞 我用了一隻雞腿 連皮 和部分的雞胸肉 來做 先將雞切大件 醃料有半茶匙鹽 半湯匙醬油 一茶匙料酒 一茶匙糖 攪一攪 再加一湯匙三粉 攪拌均勻 醃至少20分鐘 買了包新鮮急凍栗子 這邊比較難買到新鮮的栗子 這些急凍的都不錯 我用了大概一杯 喜歡可以放多些 急凍栗子我會出一出水 滾一兩分鐘就OK 之後撈起備用 我還浸了幾隻冬菇 準備了紅蔥頭 蒜頭和薑片 開火下少許油 先煎香些雞 一兩分鐘 轉少許金黃色 就可以不起備用 在同一隻鑊 補一點油 炒一下紅蔥頭 蒜和薑 下冬菇 下冬菇 下剛才炒香的雞 再下栗子 倒兩碗 倒兩碗 給點蠔油 和老抽 之後加入清水 水的份量大概雞的一半高度 滾起之後 我們蓋蓋 轉小火燜煮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之後 轉回大火收汁 試味 最後加點蔥花 這個栗子炆雞 就完成了 如果你們喜歡簡單又美味的家常菜 請點個讚 分享食譜給家人朋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下期會分享一隻雞系列 用同一隻雞做個小食 猜下我會做些什麼 下期開估 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謝謝來了 請多多久